好,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谈的 其实糖尿病的一个病患的一个 这个药物的一个遵从性 不过其实以下的遵从性 在后半段我们会focus在 所谓的注射的一个药物的这一块 我们知道大概注射药物 其实是胰岛素跟GalP1 目前是糖尿病的用药的这一块 所以或许我们会从 另外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说 当现今的有这么多种的不同 注射药物在他方面病人 应该是怎么样去提升 精髓的中重度啦 那这个中重度的部分难免 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要去看一下 真正从病患的这个角度 他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那首先 这个大概是我的disclosure啦 好,那首先其实跟大家 谈一下糖尿病病人 确实我看了一下其实今天的 整个的symposium啦 那整个symposium就看到还蛮多 大概都是跟糖尿病有关的一些topic 不管是早上一直到下午 都有蛮多相关就是三高 包括刚刚其实也是高血压 那高血压的guide line里面又特别 会提到糖尿病病人的一个高血压啦 所以可见这糖尿病病人其实在我们的 任何的一个时候其实都会有越来越多 这些病人,那这是IDF它其实告诉我们 其实糖尿病病人不管到哪一个年度就是逐渐增加 那我们各位如果自己去看这个病人 一年前再经过一年其实病人还是在成长的 所以这些不管是新诊断也好 或者是我们在照顾上慢慢的越来越好 所以也逐渐的增加我们的糖尿病病人在手上持续照顾的这些病人 那糖尿病病人其实跟高血压,跟所谓的这个肥胖其实是息息相关 所以你会看到的其实是肥胖的病人当然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那糖尿病本身的病人可能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或许也会有体重相关的这些问题 所以前不久已经有一个报告 那简单大概也提到如果你的体重上升 那病人的血糖值其实是会有一些恶化的一个情形 所以其实大概这两者应该是息息相关 所以糖尿病病人的复杂度可能不是只有就是所谓的血糖 那血糖其实也有多重药物要去治疗 那另外它也有非常多的comorbidity和病要去一起的一个控制 那糖尿病本身它其实是一个progressive disease 所以在这个progressive disease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常常三个月三个月慢性处方当去看病人 那最担心的其实是开始看到他开始在恶化 所以当他开始A1系在恶化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开始要去跟病人开始谈到说 你可能要再去加强这个药物的一个治疗 应该要怎么办比较好 那我们手上非常多的口服药 其实慢慢去增加剂量都可以 但是到某一个阶段 或许这些病人是需要injection的CELAPE 就注射的一个药物 往往我们会谈到这些注射的药物 常常都是在口服药已经慢慢加上去 你也在那里换来换去了 那加到两种三种剂量再增加 那这过程当中血糖仍然持续的在恶化 这时候我们会可能考虑到 所谓的injection CELAPE 那么近五年来 其实在这个injection CELAPE 除了过去我们知道的这个胰岛素以外 那当然还有所谓的GLP1 是另外一个我们手上在注射药物的另外一个这个武器 所以往往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中间其实这一块 核实来加这个胰岛素或什么时候 先加所谓的GLP1 其实在注射药物里面 大概是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思考 好 那这个是ADA的guidline 因为刚刚其实高血压也提到蛮多的这些guidline 那ADA其实它每一年大概也都会发表 就是它在一月份就会告诉你这个guidline 今年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好 那今年度其实ADA的guidline 不知道前面田医生有没有提到 那多多少少这个guidline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第一生活形态 第二mono CELAPE开始 那如果血糖太高 你可以dual CELAPE开始 两种药物开始 A1C大于9的话 那整个从mono到dual到triple 其实就是所谓的intensification的CELAPE 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糖尿病是一个progressive disease 所以你过程可能从mono CELAPE可以控制下来那很好 可是万一不行你就会进阶到两种 可能会进阶到三种药物 那三种药物其实有这么多种的一个武器 我们可以去做不同的搭配 那在搭配的过程当中考量的其实非常多 不管是你的药效 病人的低血糖的风险 体重的一个变化 或者病人的赛费 这些其实都影响到病人的遵从性 所以怎么样去挑选一个恰当的药物 其实就包含了这么多的因素 去挑选一个你觉得是恰当的 那注射药物的一个部分 其实从第二线其实就开始了 一直到第三线 这边大概都可以使用 不管是GLP1 或者是Basal的胰岛素 在第二线 每蜂蜜之后 你就可以去考量这一块的药物 那到第三线 当然他也在这边大概就是可以去考量的 所以基本上怎么样去运用这样的guide line 其实也没有真的绝对 因为目前也没有一个guide line 或者没有一个实证医学来告诉我们 这个Mephomin之后到底加哪一个药是最优的 但是中间他其实有提到 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 最近有一些guide line 包括的就是HOT2 inhibitor 或者是里拉过台的这个GLP1 看到在CVD有一些benefit 所以在有CVD的病人 他有这样的一个实证医学 那AC的guide line呢 AC的guide line 他其实也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从monotherapy 或者是你的A1C的高或低 你去考量你一开始的药物是要monotherapy 还是dual therapy 还是triple therapy 甚至你的injection therapy 也有可能是combination therapy 好 那这边的药物的放这样子一个所谓的选择 事实上他有一个优先选择 那优先的选择的一个部分 第一大概都是Mephomi 那往下走一点点的 我们看到的在第二个跟第三个 似乎大概都是所谓的对体重的一个帮忙 是比较多一点的 那另外大概在低血糖的风险是比较少一点的 当然他一定都要有A1C能够去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大概会看到 不管是在第二线 他可能有GOP1 或者是在接下来 他其实是有HOT2 inhibitor 这些药物两个的药物的特性 似乎都是在 Efficacy是有的 那体重的下降跟所谓的低血糖风险 基本上是比较占优势一点点的 好 那所以在糖尿病的一个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需要去 让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到达最佳化 那这个最佳化其实一定要有血糖A1C的一个reduction 所以我们不拿这些药来当作减重 毕竟呢 这些药其实它是血糖药 所以体论上它应该都要有A1C的一个reduction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可以去合并考量 怎么样让病的一个尊重性是可以上升的 第一避免它低血糖的一个发生 第二呢 它的体重的一个变化 如果可以维持甚至让它不要有在上升甚至是减少的这样的一个体重 或许是可以让病人的一个尊重度可能是会更好一点点 好 那所以我们会有所谓的clinical trial出来 clinical trial的data似乎都是所谓的efficacy的data 那么这些efficacy的data就是在理想的状态之下 那么你有study nurse 这些研究护理师呢 他其实会追着病人跑 告诉他说 你再回来的话 你要带你的药盒回来 我要看你吃了多少颗 你的药物尊重性哦不OK 所以你得以继续 或者是你的药物尊重性不好的话 我可能还要再跟你说 你要怎么样去加强 所以这些大概都是clinical trial 那另外呢 这些clinical trial也会有设定inclusion criteria 所以当然这些都有特定的一些条件的病人 被纳入进来这些临床试验 那所以被纳入进来 病人又愿意参加的 其实有一些motivation 或许都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当然不要忘记 真的是有一个研究护理师在那边 盯着这些病人 去看他怎么样去服用这些药物 或注射这些药物 那真正的effectiveness呢 其实大概就是我们真正每个医师 在开这些药物之后的成效是如何了 所以这里面其实就牵扯到非常多 所以我们其实在一开始 开始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efficacy trial 就是临床试验的trial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可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临床的效果 那它的副作用大概占百分之多少 那回归到进阶一点的 上次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real world的一些data 现在real world data也常常都会被publish出来 他大概就会去看 这些primate care的这些病人 开立这个药物之后 真正在临床上使用 不管你的inclusion criteria 把医师你觉得这个药物要不要用之后 那最后的一个结果会是如何 好那这边的一个陈述呢 我可能跟大家就是分成两个 一个当然就是药物遵从性 那另外一个的话大概就是 我们比较real world 包括自己的一个病人 跟最后我们自己医院的一个data的一个分享 好那这边先看一下 所谓的medication的adherence 药物的一个遵从顺带第二型糖尔病病人 其实我们知道说 A1C小于7当作是universal的一个gold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大概都差不多45% 大概都还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药的目标 那台湾其实可能更高一点点 五成六成左右 那其中其实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实就是所谓的药物遵从度的这一块 那确实在台湾的药物遵从度的这一块 也值得我们真的是好好去思考 在健保的一个制度的情况之下 每个月其实病人可能有 每三个月可能病人都有在领处方 先也有来开处方 但是他是否把这些药物都有吃进去 其实这就牵扯到他最后的 effective的这个临床的效果 中间他里面提到 如果说这个药物遵从度是不好的 过去事实上非常的研究 告诉我们可能会恶化 他的一个血糖控制 增加他的mobility跟mortality 增加医疗的费用 增加所谓的住院率 或者是急诊的一个部分 甚至到最后看到 所谓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一个增加 这些多多少少的跟病人 如果药物遵从是不好 是会影响到很多最后的一个outcome 那到底有什么因素 我们可以去探讨的出来说 这些病人的药物遵从度是不好的 有一些大概跟病人没有关系的 那这边有提到一个clinical inertia 那或许大概就是跟我们自己本身医师 到底要不要再去增加药物 要不要再去积极治疗 或者是我在家的这个药物 我会担心更多后面很多的一个问题 包括比如说胰岛素 我如果要开 但是我又担心 那注射的skill好不好 那病人会不会低血糖 那到底也没有血糖监测 那与其这样 不然我们就简单一点 让病人呢 再继续加强所谓的生活形态 看看三个月 那这有时候往往是会发生的 那当然有时候也不是这个因素 这病人自己本身或许就会觉得 我不要这样子一个药物 我继续维持就好了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病人的一些factor 病人这些factor 过去常常都会提到的 大概就是比较年轻 那我们知道现在其实糖尿病 越来越年轻化了 反而在这些年纪比较轻的糖尿病病人 他们的药物遵从性是比较不好一点的 那education level 跟所谓的income level 其实都是在比较低的一点点 是过去在国外的研究看到是比较不好 说法我们没有台湾的data 所以不太知道说台湾真正在药物遵从度 是跟哪一些病人相关的factor是有关系的 后面这几个点倒也是 常常其实我们会听到病人问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在于 我吃了这些这么多的药 那会不会影响我的肾脏功能 我吃的这个血糖药会不会说肾脏功能更不好 所以你今天要再帮我加血糖药 我担心我的肾脏功能不好 但是他的血糖可能是不够好的 所以这些呢 大概都是在病人本身对于这个药物 或对于血糖本身的知识 可能有相对性的这样的落差 导致他或许觉得我再减一颗药 可能我的肾脏会好一点点 我不要有这么多的药物的loading进去到我的身上 但是事实上血糖高才是真正的原因 才是真正背后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副作用啦 所以往往其实你去想说 病人不吃这个药 那到底是责怪他呢 还是先问他说 那你是不是吃了这个药是有副作用 所以你不吃了 局列来讲 不够发局 或许他真的是肠胃不舒服 所以呢 他就skip掉一两颗一两颗 他觉得就比较好 所以你开了TID 他就skip掉一颗 所以他觉得BID就比较没有副作用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是 本身的这个副作用 其实也影响到 好 那治疗的复杂性 也会影响到这个尊重度 那滴血糖本身其实也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滴血糖 其实过去有一个研究 病人如果 最近有滴血糖 那过去就发生滴血糖 跟从来没有发生过滴血糖 这边是尊重性比较高的 所以跟有发生过滴血糖 不管在任何时候 基本上他尊重性是都会比较好 有发生过滴血糖 这个尊重性比较低的 其实是在发生滴血糖 尊重性比较低的是会上升的 所以这些不管是就是说 尊重低有可能是他认为他不要这么多药 因为发生滴血糖 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那也有可能这个药物 可能让他可能自然而然的 就减少了这样的一个药物 好 所以有没有一些solution 事实上这些solution就来自 包括我们怎么样去找到 真正可以去改变 病人对尊重性的一些factor 如果能够去改变 我们应该去找出来 包括对药物的认知 或对糖尿病的一个认识 这个透过味教 事实上是会有一些些的帮忙 对药物可能会有一些 负面的想法 包括影响肾功能等等之类的 这个当然也是透过就是去告诉病人 所谓的糖尿病的一个知识 这一块是可以去改善的 那当然更新一点点的 医疗很多的药物一直在发展当中 未来有没有可能好一点点的 一个礼拜一次的 是不是会提升尊重度 或者是比较新的delivery的system 包括胰岛素注射 它更方便性或者是操作更方便的 其实都可以改善病人的一个尊重性 好 那这个part其实就要跟大家谈一下 所谓的注射型的尊重度的问题 注射型的尊重度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胰岛素 那大概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表 那2015年他发表 他针对大概是433位的糖尿病病人 新开始使用胰岛素的第二型的糖尿病病人 里面平均年龄55岁 大概一半左右是女性的 那他在开始使用胰岛素的六个月的时候 发了一个问卷来问这些病人 就是针对胰岛素的一个使用 所以里面呢 大概有四分之一左右 他自行会觉得不想要继续用胰岛素 所以是withdraw胰岛素的一个治疗 那一样有20%的病人呢 基本上在胰岛素的尊重度是不好的 那有24%呢 这些病人对胰岛素是有一些负面的一个想法 那另外40%左右 常常都会忘记注射胰岛素的这一块 那胰岛素的注射这一块的尊重性呢 基本上跟他的频率有一些直接相关性 所以你注射频率越多次的 他忘记的频率就越高 尊重性可能就越不好 另外其实又回归到前面其实也提到的 一样会尊重度的不好 在比较年轻的 好像比较容易会有比较尊重性不好的 比较糖尿病离病年比较短的 其实一样也会有尊重性比较不好 所以背后的原因有时候会去想 年轻人或许他对糖尿病这一块 还没有真正的认知到 他未来的一些问题 或者他症状上没有那么明显的 离病年比较低 比较少的或许也是一样 可能会有这些 好 那接下来其实是看GLP-1的药物的尊重性 GLP-1的药物尊重性就这个来讲 其实单纯在看GLP-1里面有一个礼拜一次 跟每天一次 跟两天打一次的 那这些呢 如果以一个礼拜打一次的 Ezenatite 一个礼拜打一次 跟一天打两次 跟每天打的来比较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注射频率 是会影响到他的尊重度 所以一个礼拜打一次的 跟两次 跟每天打一次的 尊重度是事实上是会下降的 尤其这个频率是在 每天打两次的 他尊重度是里面是最低的 那另外呢 这个呢 是来看说 同样其实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的 就是这两个 或这两个的比较 计量的不同 那这个是每天打一次的 那一个礼拜 同样都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的 那跟所谓的每天打一次 他的device的不同 他的尊重度也没有影响到 device的不同的意识 大概就是在于 Ezenatite 每个礼拜打一次的 在过去 他其实是需要去抽吸的 所以你要用空针 去抽这个药物 再来注射 虽然他是一个礼拜打一次 但是他的操作 是比较复杂的 每天打一次的 尼拉固态 他其实是Pen-Fill 所以他其实是跟 胰岛素是一样的操作的模式 那么迪拉固态 迪拉固态 这一个呢 他事实上是一个比较 自动型的一个注射的 一个device 所以这样子来比的话 事实上 他的药物尊重度在 操作的这个药物的device 越简单的 他尊重度是会比较高的 那如果说他 在六个月后会停掉的 事实上也是在操作的 这样的一个比真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是比较简单的 他尊重度 或者他不会再去继续 使用这个药物的部分 是比较少的 所以第一个大概就是频率 第二个大概就是 操作的这个仪器 操作的这个笔形 那会影响到病人的尊重性 那最后这一张呢 其实大概就是 病人的一个想法 如果我们针对 这些病人 已经开始需要接受 注射药物治疗的时候 那你给他一个问卷 来问他说 这几个因素理念 包含了注射的频率 注射的方便性 那药物的副作用 体重的改变 血糖的改变 跟低血糖的改变 那病人呢 在所谓的回应 这些问题的时候 当我需要开始注射 一导出的时候 他比较在意的两个点 其实是在于注射的频率 跟注射的这个仪器的一个方便性 好 所以在整个 Diabetes的控制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非常多 病人相关的issue 那这些issue呢 其实有非常多 其实病人是本身的一些想法 所以其实在ADA里面 你去看糖尿病的病人的评估 其实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叫做Psychosocial的评估 你要去评估病人的糖尿病的困扰 糖尿病的焦虑 或糖尿病的相关的忧郁 等等之类的 因为这一些呢 其实会影响到他的药物的遵从 或者他对他的生活形态的持续性的一个因素 那这过程当中 当然大家都很重要 包括我们的护理卫教师或营养师 其实都非常重要 三个月看各位一次 应该也很重要 去了解这个病人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控制的一个过程 所以以病人的一个角度来看 最后呢 我们大概简单来看一下 大概就是以这个药为例啦 简单的一个病人的一个过程 大概会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去看Efficacy Clinical Trial的部分 基本上不管是Aon在所谓的 Mephomin 或者是Mono Serapy 或者是Aon在所谓的 SU加上Mephomin 或者呢 Aon在Mephomin加上TZD 或者是你跟其他的药物的比较 包括在两种药物之后去跟 Glargine比较 或者跟胰岛素坎败的比较 所有的这些不同的study的design里面 大概都可以看到GLP-1 跟他的Placebo比 或者跟他的其他的药物 DPP-4 inhibitor 或者是Glargine 或者是Victorza来讲 大概都可以有额外减少 大概平均1.0到1.5左右的 这样这个A1C的reduction 那这些是临床的试验的结果 那体重的下降 大概平均大概是在0.8 到差不多3公斤左右的 体重的一个额外的一个下降 好 那所以在两种药物或三种药物之后 我们接下来病人仍然控制不好 你的注射的药物的一个想法 会是Basol胰岛素 还是GLP-1 其实这绝对是个别化的考量 一定是没有绝对 有些病人 他其实就是需要Basol 那有些病人或许可以用GLP-1 那这过程当中的考量 包含了非常多的因素 所以我们简单来看 这两个药物在ADA的guidline里面 怎么说 基本上在胰岛素的这一块 它是Sub-Q 就一样是皮下注射 A1C的efficacy 基本上我们认为它是高的 它在下降血糖的部分是好的 但是它会有低血糖的风险 体重的一个上升 它在CV的event的部分 目前大概都是告诉我们 应该是neutral的 那在GLP-1的部分呢 它一样是皮下注射 有一天一次 一天两次 一个礼拜一次 A1C的reduction 其实也都会比口服药来得 再高一点点 比较没有低血糖的风险 体重甚至是可以有体重下降 那在CV的benefit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在neutral 是Lizzena-Ti跟Lizzena-Ti-ER 就是一个礼拜一次的 但是有benefit的 目前的data是在里拉谷台的这一块 那所以这些大概是ADA告诉我们的 我们简单看一个个案 54岁他实际上是家庭主妇 EGFR480到90间 BMI其实26.9 大概是过重 还没有到肥胖 病龄的部分大概是12年 病人有高血脂也有高血压 用药物在控制当中 所以这是病人致数的一些 就是生活形态的一些习惯 第一在自我管理的部分 基本上它是非常严谨的 它实际上也都会带血糖纪录部到 所谓的诊间甚至给卫教师来看 包括他的饮食记录 运动的部分事实上几乎天天都有 所以是家庭主妇自己煮 偶尔大概都是可以自己 就是可以搭配自己 就是觉得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饮食 当然水果点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优惑 好血糖监测几乎都有 那饮食记录也有 曾经发生过低血糖 那大概也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这一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这些data 第一个决策点其实是在这里 2016年的时候 本来控制的还不错 慢慢上去到8点半 8点8左右 那这里大概空腹血糖是163 体重是64 所以第一个决策点是在这边 那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决策点是在这里 那还有最后一个决策点是在这边 所以它短短在大概两年的时间内 有三个决策点 其实是需要去做一些药物更动的一个考量 或者是加强药物的一个考量 好 这边呢大概第一次 8点8左右 跟它讨论的基本上 它是SU-Mephomin加上DPP4 所以这时候跟它讨论的其实是Basal胰岛素 所以加上了Basal胰岛素之后 三个月的时间也看到疗效了 大概是降到8点2左右 空腹血糖降下来 那看到一些饭后血糖仍然是高 但是病人呢 其实呢就告诉我说 他不想要再打针了 所以三个月的时间 很努力的打 虽然看到血糖降下来 但是呢不想要再继续打一道素 所以在这里面的决策点 大概就是又高起来之后 他又不打针 基本上就开始在考虑另外一种的药物 去加上去 一样的三种药物 从过去这边failure 所以再去选择另外一类的口服药 所以大概选择了HOT2 inhibitor 是在这里 一开始的efficacy还不错 但是逐渐其实又上去一点点 好 所以这边大概是最后的一次 我们还要再做一次的决策点 A1C9.1 空腹血糖155 body weight大概是在64左右 好 所以决策点的部分 一样其实9.1 口服药也达到三种药物了 基本上还是injection therapy 所以大概在injection therapy 其实是basal胰岛素跟GLP1 这两个药物去做这一部分的一个考量点 同样的大概就拿出那个表格 来跟病人讨论看看 A1C的reduction basal 应该还是好一点点 但是你要天天注射 天天你要血糖及做胰岛素的调整 那这个可能目前是有一天一次 也有一个礼拜一次的 低血糖的风险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它会有GI的upset 体重可能可以有额外的下降 大概2到4公斤左右 好 那这个病人最主要的几个决策点 大概是这一些 第一 他大概就是很努力 生活很严谨 就非常的怕失败 就是说在他血糖控制的路上 他会担心我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我是不是一样又会控制不好 所以他会有一些糖尿病困扰的指数的一个上升 会很担心我进一步 不管选择哪一个 一段时间又会飞了掉 第二个 曾经经历过Basol e 岛素三个月 但是呢 害怕打针的这一块 但是呢 又知道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 所以仍然是可以接受注射型 但是知道该如何去克服打针的这一块 所以另外这边大概就是抗拒加药 因为他会担心他现在已经三种药了 是否再加第四种药是会增加他整体的一个负担 一样的 好 所以希望他可以简化的药物资料 生活形态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大可以改变 唯一的就是我这么的严谨的在控制 为什么就是还是会控制不好 所以这个大概是唯一的相关的问题 所以有什么可以再去跟他讨论的 基本上在GLP-1里面 其实任何的药其实都需要让病人看到这个efficacy 那这个efficacy不管是病人自己要监测血糖去看到 还是说他看到他真正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让他有信心继续接受这个药物 我们往往会觉得Basal一道素加上去 大部分都有信心 只要他愿意验 打了一道素进去 其实往往都会有信心 所谓的空腹血糖的下降 那但是GLP-1你不太知道说打了进去之后 那这个用什么东西来真正看到它的效果 所以过去有一个研究 它其实就是看所谓的空腹血糖 两个礼拜再打完之后 你的空腹血糖的下降 跟未来你可能A1C的reduction其实是有一些预测性 有一些预测性 好那所以可以看到 如果你能够把它降到空腹血糖143 在两个礼拜的时间 基本上呢 你大概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 可以看到A1C 本来大概就是 如果是本来是8.0的这些病人 可以大概降0.8左右 那如果是本来是8到9的 可以降1.1左右 那如果本来是大于9的 大概可以降差不多1.6左右 所以这大概是 你可以让病人去验一下它的空腹血糖 看看 去了解说这个药物是不是有一些效果在出来 好 所以在所谓的share decision making里面 第四种药 它大概是不考虑 那injection therapy 它大概是可以接受 那在接受的过程当中 就prefer所谓的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打一次的 或许可能会比甜甜打的 它或许更来的可以接受 好 所以这是它打完之后 大概在经过一段时间 可以看到的A1C的一个下降 那当然 跟各位报告 一定就是这个效果 其实是不会太差了 所以包括它的体重64到最后降到59公斤左右 那A1C的话从9.1最后大概是降到7左右 所以病人的药物呢 维持大概就是一周一次 那SU的话维持是2mm的 Glimyprolite一颗BID Mepromin大概是一颗BID 没有再减少任何的药物啦 除非它接下来会有一些更低的一个现象 或许我们会考虑再把SU再减量 好 OK 所以病人本身的一个回馈 当然就是一周一次 比起它过去每天打的这个经验 是会更好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device看不到针 或许它也会觉得更舒服一点点 毕竟打还是会痛 但是比较舒坦一点点 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因人而异 大概在肠胃的副作用 将近10%到20%之间 那因人而异 以这个病人来讲 其实没有太多的副作用 但是它会抑制食欲 所以减少了它吃东西的食欲的这一块 所以同时呢 兼顾了血糖跟体重 跟它的食欲的一个控制 那糖尿病的困扰当然也减少 好 所以这些呢 大概是我们医院里面 其实针对GLP1一个礼拜打一次 加在哪些病人呢 加在HOT2 failure之后的病人 我们知道加第三种药 这两个药物其实特性是差不多 但是一个是真剂 一个是口服药 所以大部分 当然我们会觉得加上HOT2 同样的血糖下降 体重的下降 但是它是口服 所以相对之下 简单多了 你来加这一类的药 那你如果这一类的药又failure 可是你又同样的希望 这些病人一样要有体重的持续下降 A1C的effect 所以基本上有可能在这个failure之后 还有一个injection therapy是可以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effect 所以看到的几位的病人没有非常多 大概10位左右 平均年龄大概是18岁 经过12个月的情况之下 A1C大概是降1.4左右 那这些病人再加上HOT2 其实有体重的下降 但是紧接着呢 它其实在换成GLP1 也是一样有体重的下降 大概1.3公斤左右 好 这些病人从转换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其实还是triple therapy SU加上mephormine 少部分的病人 其实有TZD加上mephormine 加上HOT2转换过去的 那转换过去 大部分inA1C而已 因为平均转换过去A1C差不多在9 所以大部分在口服药的部分呢 将近大概都是有维持 少部分其实没有控制非常好 甚至还有再加上SU上去的 其实也是有 像TZD加上mephormine 也有少部分的病人 其实需要再加上第四种的药物上去 好 那这些呢 大概是我们医院里面呢 大概用这个 One Weekly GLP-1 从2016年5月到2018年1月左右 将近大概121个病人里面 那我们只追踪 只拿出来的 大概就是有追踪一年以上的 那里面其实有差不多27位 是中间有withdrawal的 withdrawal不管是side factor 或者是效果不好 都有 或者是病人loss follow up 也有 所以这边大概是54位 大概是有complete一年的follow up 平均大概是53岁 那51%大概也是male 或者是就是各一半 VMI大概是在30左右 所以age最常用的 大概是在40到60岁之间 好 那background therapy 有大概有少部分 疑导素 那switch过去的 也有 那大概有5个病人 最后是疑导素 在combine 所谓的GLP-1 once weekly的 将近这些病人 在开始使用这些药物 大概都是2.5颗的OAD 所以大部分可能是在 dual therapy到triple therapy 居多 60%其实常常都是 本来是有使用DPP-4 去做加强之后 改成GLP-1 那这边有少部分 就刚刚提到的那些案例 HOT to inhibit之后 换成GLP-1的 这些病人在complete 12个月 有complete data的 大概是平均8.5 大概是降到7.2左右 body weight的部分 大概是7.9 降到差不多77.5左右 好 所以跟real world data 大概前不久 2018年1月 发表了类似这样子 once weekly的real world data 所以这once weekly的real world data 其实它 adherence部分 大概占差不多7成左右 大概有37%呢 基本上后来是 没有继续使用这些药物 A1C的reduction 大概是在0.9左右 那当然如果你有继续使用 遵从性比较高的 A1C的reduction 应该是会更好一点点 那A1C大概从 可以达到小为7的 大概是从18% 增加到差不多40%左右 所以我们这个data 其实跟人家的real world data 大概就是相近 那其实在台湾选择这一类的药物 我当然觉得其实包含了 大概就是 比较昂贵的药 所以你其实肾选病人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效果 或许是更好一点 好 那这张其实跟大家谈一下 基本上其实 不管哪一种药物 在不同的时机点 在血糖控制不好 不一定只有这一类的药物啦 那其实 各种不同的药物都可以去尝试 那重点提升病人的遵从性 或者是减少他的副作用 或者根据他的需求 去给予他所需要的药物 大概就有可能会增加 所谓的遵从性 跟A1C的efficacy 最后简单谈一下 味教的部分啦 味教是最后能够去 提升遵从性的这一块 所以如果病人能够去做 自我血糖监测 可能可以加强 他本身对这个药物的一个信心 好 那副作用的部分是这个药物 很多有可能会 withdraw掉的 除了说可能效果不好 就是病人可能真的不适用 用肠密素 所以基本上在两周到四周内 你肠胃的副作用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部分呢 其实是需要做一些 一些胃教的一个介入 事先可能去跟病人提一下 大概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你需要减少餐点的分量 可能你觉得饱了 就不要再吃了 原本你可能可以吃30克水饺 那你现在只能吃20克水饺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因为他可以减少食欲的这一块 所以大概你觉得饱了 跟以前不一样 本来可以吃一大碗 现在只能吃一般的自助餐的小碗 那大概就是这样 油腻的食物会增加所谓的这个恶心感 所以尽量在这段时间能够去减少 注射的方便性其实就是在于 如果你忘记打了 那你往后如果在下一次打针的时间的72小时内 其实都还可以补注射的这一块 都还可以补 OK 所以最后的summary呢 跟大家谈一下 基本上糖尿病的比较最佳化的一个治疗 其实一样是在A1C 可是同时能够去增加遵从性的 当然就是病人体重的一个控制 跟低血糖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降低 那药物的一个遵从 事实上在糖尿病病人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issue 因为毕竟这些病人都非常多的一个药物 所以针对这些病人怎么样去增加这一块 其实是重要的 那目前当然有一些药物 可能未来可能甚至都还有一个礼拜一次的药物 包括胰岛素可能也在想 是否可以两三天再打一次的基础型的胰岛素 所以这些慢慢其实未来可能都会增加 那目前我们有的 当然在注射频率 跟改善这个device的部分 也逐渐看到了 那最后当然就是 遵从度跟所谓的这个病人的effective 可能才有办法合并在一起 好那今天大家都讲到这里 谢谢